那解决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具体的担保的学习 那具体的担保 重点给你们先开始讲 就是典型担保 那典型担保 我们刚才所讲的 有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什么 担保 第二大类是担保 对吧 那担保 担保物权和担保债权 都叫做典型担保 担保物权有三大担保物权 分别是抵押权 治权和留治权 好 我们先看担保物权 那对于担保物权的话 抵押权 治权和留治权 它有没有共同的规则呢 所以有些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的民法典立法 很有意思啊 就是担保有共同的规则 然后担保物权 也有共同的规则 担保债权也有共同的规则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先把 担保物权的共同规则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84件 担保物权的基本理论 这些基本理论 适用于抵押权 适用于治权 也适用于留治权 所以我们立法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法技术 都贯穿于整个民法的始终的 就是一般和特殊 就是一般和特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基本理论就是一般规则 那抵押权治权和留治权 就是特殊规则 有特殊规则的 适用特殊规则 没有特殊规则的 它可不可以使用 担保物权的一般理论 一般规则可不可以 可以 能理解了吧 好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立法的技术 所以呢 这是抽象性的规则 我们看一下 关于担保物权的基本理论的 第一个 担保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好 我们先看担保物权的概念 担保物权是以担保债务的清产为目的 看到这句话没有 担保债务的清产为目的 因此担保的主权力是什么权 债权 担保是重权力 担保是重权力 它的主权力是债权 而在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物 看到这里 担保财产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 也可以是第三人提供 我现在银行借钱这个1000万 这是主债权 对吧 然后呢 我用我的房子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由债务人提供担保财产 或者是由马云作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财产 马云用他的房子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可不可以 可以 因此这个担保财产可能是债务人提供 也可能是第三人提供 然后把这个字画出来 特定物 把特定物画出来 一定是一个特定的财产 或者是特定的管理上 所设立的定线物权 来了 诸位 看这里 看这里 我现银行借钱这个1000万 现在呢 为了担保这1000万的债权的实现 马云用他在韩州的一套别墅 来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这个时候第三人提供担保财产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呢 对这套别墅进行特定化了 马云有很多财产 别墅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财产 对吧 好 然后对这套别墅进行特定化 等到到期我严数还不了钱了 那么这个时候 银行可以将马云的这套别墅 拍卖变卖的还债 因为已经对他进行特定化了 所以可以对这套别墅的财产 进行优先收场 把它卖掉 对价款有优先收场权 明白没有 换一下 请听 如果银行把马云的其他财产 拍卖变卖的还债 告诉我 诸位 有没有优先收场权 有没有 没有 因为马云有很多财产 只对这个房子进行特定化 那么就只能对这个房子 有优先收场权 明白没有 再看 同样的道理 我扬说用我的这么多财产之中的 一辆车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么到期我还不了钱了 那银行就可以将这辆车 拍卖变卖的还债 但是只针对这辆车的价款 有优先收场权 那么银行将我扬说的其他财产 拍卖变卖的还债 有没有优先收场权 没有 明白没有 所以 党保物权 它一定是对某个物进行特定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有优先收场 看这里 看这里 请听 看这 我现银行借钱这一千万 我扬说是真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我用我的房子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么这个时候我有很多其他财产 但是我就用这个房子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因此就针对这个房子进行特定化 对吧 接下来由马云提供保证 马云提供保证签订保证合同 告诉我签订保证合同 有没有对某个物进行特定化 没有 就是马云用他的所有财产来提供担保的 对吧 好 来了 诸位请听 到期银行呢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银行将我阳朔的这套房子拍卖变卖的还债 有没有优先收场权 有 因为对这个房子进行特定化 但是银行对我阳朔的其他财产拍卖变卖 有没有优先收场权 没有 再看 不过阳朔没财产了 对吧 把这个房子一卖 卖到90万 对吧 剩下的钱还不了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马云承担保证责任 来了诸位 要求马云承担保证责任 马云有很多财产 比如说有房有车 现在银行把马云的房卖了 把车卖了 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时候请问银行有没有优先收场权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保证没有对某个物进行特定化 所以保证虽然是担保的一种 但是他没有优先收场权 明白没有 马云用所有的财产来提供担保 但是没有对某个物进行特定化 所以没有优先收场权 懂了吧 要搞清楚 别以为所有的担保都可以优先收场 不是的 谁才有优先收场权 担保物权 担保债权是没有优先收场权的 理解了吧 好 这是关于担保物权的概念 那概念掌握之后 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担保物权的特征 担保物权有以下的四大重要的特征 尤其重要 客观体会经常出现 第一个是优先收场权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对吧 担保物权人可以就担保物的价值 优先于这物人的普通债权人而收场 这是优先收场权 我告诉大家 后面的重属性不可分性和物上代位性 都是围绕着优先收场性来讲的 好 重属性是为了优先收场 然后呢 不可分性为了优先收场 代位性 物上代位性也为了优先收场 好 我们看重属性 那重属性的话 我给你们讲过 重属性 它是重属于债权 还是重属于招物 担保具有重属性 是重属于债权 还是重属于招物 债权 因此 债权已转让 担保物权随之 转让 债权已消灭 担保物权随之 消灭 债权要成立 担保物权才能够成立 因此 重属性 你看一下 它的表述 第一个是 成立的重属性 第二个是 转让的重属性 第三个是 消灭的重属性 对吧 就是这三个 很简单 看这里就行了 请听 我先银行借钱 借给1000万 由马云提供担保 马云用它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好 重属性的表现 就是第一个 主债权必须要成立 那么抵押权才能够成立 就是成立的重属性 那第二个是 转让的重属性 如果银行 把这1000万的债权 转让给第三人 那么这个时候 抵押权也随着 转让 如果这1000万的债 已经消灭了 那么抵押权随着 消灭 明白没有 所以重属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 成立的重属性 第二个是 转让的重属性 第三个是 消灭的重属性 那第四 看一下担保范围的重属性 那对于担保范围的 重属性的话 在这个时候 要注意一个考点 就把这句话画出来 普通厂登记部 就抵押财产 被担保的债权范围 等做出的记载 跟抵押合同约定不一致的 那就应当 以登记部记载 确定抵押财产 被担保的债权范围 等视线 好 这句话怎么理解 看这 看这 请听 这是一道客观题 比如说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呢 就向银行借钱 这个一千万 我跟银行借管合同 是一千万 对吧 马云用他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这个时候呢 担保的范围 请听了 诸位 请听 担保的范围是这样子的 如果马云跟银行 签订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 说担保的范围 就是阳寿所借的 一千万的本金 利息 违约金 和损害赔偿金 请听 就是马云用他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然后呢 马云会和银行 签订个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里面 是这么写的 担保多少呢 就是这栋房子的价格 担保多少呢 就担保阳寿的 一千万的本金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都担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马云跟银行 去到了房管局境登记 登记部里面 也要写担保的范围 对吧 那登记部里面 写的担保范围 直接写一千万 直接写一千万 对吧 好 现在我就问了 因为登记部 所写的担保范围 是一千万 而抵押合同里面 所写的担保范围 是一千万的本金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告诉我诸位 以哪个为准 以抵押合同为准 还是以登记部为准 为什么以登记部为准呢 因为登记又产生 公式 公式要产生什么力 公信力 因为了保护一些 第三人的利益 明白什么 否则的话 你总不能说 哎呀一千万 再加上利息 违约金属 还被斩进 那这个时候 当保范围可能 是一千两百万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永远记住 我们最高院说 就以登记为准 就以登记为准 我不管你是怎么约定 反正登记是多少 就多少 明白了吧 好 这是以登记为准 OK 那就解决了 这是关于从属性 那从属性讲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不可分信 那不可分信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是私房解释的条文 很有可能你能看得懂 不管 也可能看不懂 你就能够理解 我讲的案例就行了 看这里 什么叫不可分信 不可分信是这样子的 我欠银行一千万 我欠银行一千万 那么接下来请听 我用我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就是担保这一千万的 债权的实现 好 来了 诸位请听 我还给银行九百万 还有一百万 我还给银行九百万了 还有一百万还不了 还不了到期了 我还不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银行呢 就主张实现抵押权 将我的整栋房子拍卖 变卖了还债 我就跟银行说 银行真的不好意思 我是已经还给你九百万了 还有一百万还不了 还有一百万还了 你不能把我的房子全卖了 最多你就卖我一个厕所 我的厕所就值个一百万 你告诉我 我的看病理由能否成立 不能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 基于担保物权的 不可分信 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了九百五十万 还有五十万我还不了 那这个时候银行 仍然可以对整个担保财产的形势 优先收场权 拍卖变卖的还债 您某四秒 这是担保物权的什么 不可分信 这叫不可分信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 物上代位性 好 来了 什么叫物上代位性 看一下民法典390条 担保期间被担保的财产 回损灭失 或者是被征收 那么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 赔偿金 或者是补偿金来优先收场 这是啥回事呢 看这 我现银行借钱这个一千万 我杨说是债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看这里 我用我的房子 我用我的房子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担保的就是这一千万的债的实现 对吧 好 来了 诸位 现在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我的房子被国家征收了 我的房子被国家征收了 国家给我补偿金 800万 或者我的房子毁损灭失了 保险公司给我保险金800万 或者是我的房子被别人推倒了 那么这个青春人给我赔偿个800万 这叫赔偿金 好了 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担保财产毁损灭失 然后呢 他的代位物叫做补偿金 保险金和赔偿金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时候基于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 请问银行能不能针对这个保险金 赔偿金或补偿金来优先收场 可不可以 可以 这叫什么钱 物上代位性 明白没有 这个物上代位物就是保险金 赔偿金和补偿金 那这个时候还是为了什么而服务的 为了优先收场权而服务的 明白没有 所以你发现没有 担保物权这四大特征 第一个叫优先收场性 重属性是为了优先收场 不可分性是为了优先收场 物上代位性也是为了优先收场 明白没有 所以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优先收场 但是有一个司法解释的法条 我们看一下实践中的操作的问题 看这里不用看讲义 看这里 假设 我杨硕的房子 现在呢 OK 就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登记了抵押权设立 对吧 好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OK 现在出事了 什么出事呢 就是有一个人叫贾 贾呢 就开着他的推土机 对吧 把我的房子给推倒了 那这个时候他要赔偿 假设他要赔给我八百万 对吧 赔给我八百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问题来了 诸位 这个时候赔给我八百万 你觉得这个赔偿金是给谁的 给我杨硕的 还是给银行呢 当然是给所有权人的 他把我的房子给推倒了 我杨硕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假当然就把这八百万给我 对吧 那如果给我 我拿着这八百万就走了 对吧 我就把它花光了 那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损害谁的利 银行的利 因此如果你是银行法务部那帮 人金中的人金 你会不会盯着这个房子 会不会 会啊 那你盯着这个房子 发现这个房子被国家征受了 发现这个房子毁损灭失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找到这个给付义务人 这个给付义务人 可能是国家机关 那就是给补偿金的 可能是保险公司 给保险金的 可能是侵权人 就是假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时候请听了 这个时候你作为法务部的人金 你一定要快 什么叫快 如果你没有通知这个给付义务人 比如说你没有通知假 假把钱给我了 那不好意思了 你不能优先收场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你比较快 你直接通知这个侵权人 假说 哎 这钱不能给杨说 我银行是什么人 抵押权人 你要给我银行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假一看 你银行算个啥 我跟杨说关系比较好 他就把这个钱给到我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就拿钱花光了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银行还能不能要求假 再给800万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人家都通知你呢 这个时候呢 就冻结了你的给付义务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能把钱给到阳说 如果你把钱给到阳说 不好意思了 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 银行仍然可以要求你给多少钱 800万 接下来你给了800万之后 再向阳说 要求返还什么 不但得利 明白 意思没有 所以你告诉我 这个通知你不牛逼 就太牛逼了嘛 对吧 这个通知很重要 将来如果你是银行的 法务部的工作人员的话 一定要去通知 好 所以你看一下 303页的 这个物上代卫性的第三段 给付义务人 已经向抵押人 给付了保险赔偿和补偿金 抵押权人 请求给付义务人 向其给付保险金 赔偿金和补偿金 法院不支持 对吧 但是给付义务人 接到抵押权人 要求向其给付的通知之后 仍然向抵押人 给付的除外 你理解了吧 好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通知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考点 关于担保物权的特征 我们就解决 我们先回顾一下 关于担保的一个体系架构 对于担保的话 分为一般担保和特别担保 那一般担保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在合同边通则 所讲到一个制度 叫做合同的保持权 那就是用债务人的财产来提供担保 那这是针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来提供担保 但是没有对某个标的物进行特定化 所以原则上没有优先收场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合同的保持权制度 包括代位权和扯押权 那么接下来特别担保的话 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典型担保 第二大类是非典型担保 那么针对典型担保的话 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民法典民文规定 这属于担保的情形 是通过组成架构来构建的 还记得吧 那通过组成架构来构建的 这个时候典型担保 分为担保物权和担保债务 那担保物权的话 包括抵押权制权和留制权 那担保债权的话 包括保证和定金 那么简单来说 就是担保物权属于物保 保证属于人保 而定金属于钱保 好 这是关于典型担保 那非典型担保的话 它没有所谓的组成架构 它名字上是一个其他的合同 比如说融资注定合同 保理合同 对吧 但是本质上有担保的功能 因此有以下这四个 所谓非典型担保 分别是保留所有权买卖 有追索权的保理 融资注定合同和让与担保 好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今天早上所讲的 关于担保的一般规则 那么对于担保的一般规则的话 首先关于担保合同的效率 记住我们这里的担保 一提到这个词 它是一个商为概念 对吧 那担保合同 比如说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 保证合同 定金合同 以及我们的融资注定合同 保理合同 包括要注意一下 保理只有有追索权的保理 才有担保的功能 对吧 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 这些都属于担保合同 那么担保合同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无效的规则 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要特别注意 特别法人提供担保 比如说机关法人 或者是我们的区委会 村委会所提供担保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效的 还有以公益为目的的 非盈利性的学校 教育机构 幼儿园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等等 提供担保的原则上 也是无效 但是有一些例外 例外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如果是这些非盈利机构 所签订的是啊 融资助理活同 或者是保留所权买卖合同 仍然是有效 如果是用公益设施 来设立担保的 那当然就是无效 但是公益设施以外的 设施来提供担保的 自然就是有效 当然如果这些学校啊 他登记的就是一个 利益利法人 他本身登记就是益利法人 那当然就可以提供担保 对吧 因此担保合同仍然有效 好 要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么接下来要注意一下 有四种情形 那就是对外提供担保 不需要决议的 那四种情形 对外提供担保 不需要决议的 第一个 比如说金融机构开立的保盒 那第二个的本身 就是担保公司 对吧 那本身这位担保公司的话 他提供担保的话 也不需要经过某个决议 那么第三个就是 公司为他的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 最后就是 如果他已经经过了 共同持有公司的三分之二 三有表界权的股东的同意的话 这也无需开股东会决议 明白没有 这四种情形 那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对外提供担保 无需决议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关于 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考点可考性 也是比较大的 那对于担保合同无效的话 他的法律后果请听 如果担保合同无效 请问一下 请听 他还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吗 不需要了 但是有过错要承担 缔约过失责任 那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如何呢 看这里请听 第一种情形 如果组合同商有效 担保合同无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但是如果担保人有过错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如何承担责任呢 请听 如果担保人有过错 在一起跟人也有过错 对吧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 都有过错的 那这个时候 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就是不干嘛 不能超过 担保人不能经常不分的 二分之一 还记得吧 那如果全就是担保人的过错 所导致这个担保合同无效的 那当然就是有担保人 承担担保责任 还是赔偿责任 赔偿责任 因为合同无效不可能承担担保责任 没有没有没有 承担的是赔偿责任 这个赔偿责任的性质是 缔约过失责任 当然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过错 那这个时候就无需承担 赔偿责任 再听 如果是组合同无效 那担保合同自然也是 无效 那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肯定无效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人有过错的 承担的赔偿责任 那这个时候不低于 在无人不能经常部分的多少 不超过不能经常部分的三分之一 对吧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多少 三分之一 那没有过错的 就无需承担责任 那这一点的话 诶 客观题要特别注意 那么接下来就是 担保人的追偿权 请听到诸位 我给你们强调过 担保人承担 担保责任 可以先造物人追偿 担保人承担 赔偿责任 可不可以先造物人追偿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OK 好 要注意一下 担保人不管是承担 担保责任 还是承担 赔偿责任 这个赔偿责任是 订阅故事 仍然可以先担保人追偿 那接下来 以兴还救和担保责任 担保责任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了 这是关于担保的一般规则 就给大家简要的再回顾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 关于典型担保之中的 担保物权 那担保物权的话 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则 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则 适用于抵押权 治权和留治权都适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请听了 三大担保物权都能够适用的 就是关于担保物权的特征 有以下这四大特征 分别是第一个是优先 受产性 第二个是从属性 第三不可分性 第四误善待位性 请听 我给你们强调过 不管是从属性 还是不可分性 还是误善待位性 都是围绕着什么来讲的 优先受产性来讲的 对吧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 优先受产性 好 来了 诸位进入今天下午的内容 关于第二个考点 担保物权的消灭 这里的担保物权的消灭的话 就是抵押权 赤权和留置权 只要有以下这四种情形 那么担保物权消灭 第一个是阻挡权消灭 为什么阻挡权消灭 担保物权随之消灭 原因就在于 担保具有从属性 对吧 这比较简单 那第二 担保物权实现 所谓的担保物权实现 我们大会会跟你们讲 比如说抵押权的实现 质权的实现 留置权的实现 担保物权随之消灭 那第三的话 在一起跟人放弃担保物权 人家有担保物权 人家放弃可不可以啊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所以担保物权消灭 那最后的话 就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比如说这个担保物回属灭世 如果担保财产 都已经回属灭世 两个代位物都没有 如果有代位物的话 还可以适用我们的物权 代位性 他现在连代位物都没有 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对吧 那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担保物权消灭没有 消灭了 好 这是关于担保物权 消灭的四大税油 那最后第三点的话 那可能会主关题里面会出现 客关题也有可能会出现 一个考点 担保物权的受托持有 这个考点是怎么回事呢 我先问一下诸位 你看一下我举的这个例子 来感受一下 请听 我杨说是招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马云假设是抵押人 如果现在马云用他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接下来登记抵押权设立 来了 诸位请听 银行对于我杨说而言 他是个债权人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银行对这套房子而言 他是抵押权认 对不对 因此你能不能告诉我 抵押权认和债权认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还是不是 我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我是招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对吧 在组合同当中 银行是债权人 接下来再重合同 重合同的话 银行跟马云签订个抵押合同 对吧 用这个房子来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因此抵押权认是银行 所以债权人一般情况下 就是谁抵押权认 明白没有 一般情况下 债权人和抵押权人 是同一个人的 但是问题来的 有没有可能 债权人和抵押权人 是分开的不同的人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在实践当中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的话 怎么办呢 OK 好 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就是针对这个案例来进行理解的 好 看一下这个案例 比如说 在当年啊 是这样子的 就是以前的开发商 向银行借钱还是比较好借的 后来呢 国家出现各种政策 那么开发商向银行借钱 就没那么简单了 所以呢 很多开发商呢 就向银行借不了钱 那借不了钱的话 这个时候呢 哎 开发商就向其他人借钱 对吧 好 来了 之外啊 现在有一家开发商 那这家开发商就找到了一家公司 比如说叫A公司 那A公司有钱呢 A公司呢 是做各种方面的投资的 对吧 或者是做金融的 反正A公司有钱 那A公司有钱的话 也不知道把这个钱拿了去哪里 反正现在投资取得比较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哎 开发商就跟A公司说 你给我借点钱呗 我要进行开发房地产 对吧 A公司其实也愿意 他也愿意把这个钱借给开发商 但是呢 A公司有点担心 他担心什么事呢 他就担心 如果A公司直接把钱借给开发商 签定一个借款合同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 这是民间借贷合同 对吧 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无效了 那这个时候A公司就亏大了 对吧 所以呢 A公司还是有担心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A公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或者说开发商帮他想出来的 这个办法是这样子的 请听 他们干了一件事 干什么事呢 把银行叫过来 把银行叫过来 OK 就跟银行签定个合同 请听啊 他们三个人签定个合同 合同是这么说的 A公司拿出多少钱呢 比如说拿出一个亿 要借给开发商 怎么借呢 A公司就委托银行 让银行把这一个亿 借给开发商 哎 发现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我借款合同是谁跟谁签的 借款合同是银行和开发商签的 对吧 哎 银行和开发商签 银行是债权人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时候呢 哎 开发商是债务人 明白没有 签定一个借款合同 那其实这个钱是谁的 这个钱是A公司的 A公司委托银行 把这一个亿 借给开发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听了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时候借款合同是 开发商跟银行所签定的 然后你告诉我 此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觉得A公司 会不会要求 开发商提供担保 会不会 那当然会啊 我把钱借给你 你当然要给我提供担保啊 对吧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开发商当然要提供担保 开发商说你放心吧 我拿了一块地 我有这块地的 建售用地使用权 因此开发商 就用这块地的 建售用地使用权 来给谁设立个抵押权 告诉我 借钱的是谁 银行哦 就开发商跟银行 签定借款合同啊 对吧 因此开发商 用自己的建售用地使用权 给银行设立个抵押权 签定一个抵押合同 登记了 那么抵押权设立 告诉我 抵押权登记在谁的名下 抵押权登记在银行的名下 对吧 那签定的借款合同的话 债权人也是银行 但是你告诉我 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话 你告诉我 真正的 真正的债权人是谁 A公司 A公司有钱 把这个钱拿出来 OK 通过银行一个渠道 借给开发商的 为什么银行愿意呢 原因很简单 首先这个钱 是不是银行的 不是 这个钱不是银行的 然后呢 是用A公司的钱来借给开发商的 银行仅仅办的是一个 什么功能 渠道的功能 银行仅仅是个渠道 如果开发商还不了钱了 银行又不需要亏钱 银行从中就可以 撞他的手续费 就搞定了 对吧 你告诉我 银行有没有风险 没有 银行一点风险都没有 你说你站在银行的角度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搞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如果开发商还不了钱的话 那大不了就是A公司 就出事就行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呢 就是反正什么都不用干 就是签订一个合同 然后呢 接下来就拿 比如说拿个几百万的通道费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这么好做的生意 那你告诉我 诸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请听了 合同是这么签的啊 就是开发商跟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然后呢 再由开发商跟银行签订抵押合同 登记了抵押权设立 对吧 好 那你告诉我 诸位 是A公司委托银行 把钱借给开发商的 告诉我诸位 在这种情况下 请听了 来 把你的思维回到民法总则 来啊 把思维回到民法总则 A委托银行 把钱借给开发商 这个时候银行本质上 就是A公司的代理人 本质上就是A公司的代理人 对吧 银行以谁的名义签约 银行以自己的名义签约 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来签约 你告诉我诸位 这是什么代理啊 间接代理 间接代理 在签约的时候 你告诉我 相对人开发商 知不知道 这个银行 就是A公司的代理人 知道 那知道的话 这个合同 直接约束 委托人和 第三人 就是合同 直接约束 A公司和开发商 对吧 因此A公司 才是真正的什么人 债权人 而开发商是 债务人 明白没有 所以A公司是真正的债权人 诶 但是抵押权登记在谁的名义下 银行的名义下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债权人跟抵押权人 它就分离了 但是即使分离了 你告诉我 如果到期了 开发商还不了钱 请问一下 真正的债权人 A公司 可不可以实现抵押权 将凡子 变半的还债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能理解没有 好 这就是所谓的 担保物权的受托持有 简单来说 就是银行 受到A公司的委托 持有担保物权 但是它真正的担保物权人 是谁 真正的抵押权人 是谁 A公司 在这个人 明白没有 好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303页 303页的 有下列三种情形 那就是所谓的 担保物权的受托持有 看第二点 看第二点 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为委托贷款人 提供的担保物权 登记在受托人名下 这个时候 债券人并不是 受托贷款的银行 银行并不是债券人 银行是A公司 对吧 而是委托银行 贷款的委托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 我们所说 债券人和 抵押权人分离的情形 那么接下来 再看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为债券持有人 提供的担保物权 登记在债券 受托管理人名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有一家公司 叫假公司 假公司呢 这个时候呢 他要发行债券 他要发行债券 比如说很简单 假如说是私募 这个时候呢 简单来说 他就要集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像那些 所谓的合格投资者 比如说 要投个300万以上的 所谓的合格投资者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有 假设有50个人 每个人投300万 就是每个人 借300万给这个假公司 那你告诉我 这个假公司是什么人 假公司是 债务人 对吧 然后这50个人 每个人给他300万 这是什么人 债权人 对吧 那你告诉我 这50个债权人 会不会要求 假公司提供担保 会不会 会 那这50个人 要求假公司提供担保 对吧 那假公司用他的房子 就给这50个人 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你告诉我 诸位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抵押权 登记在谁的名下 把这50个人 全部登记了吗 50个债权人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必要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一个 专门做这种 债权管理的 管理公司 那这个时候 就把抵押权 登记在这个 管理公司的名下 如果到期 假公司还没了钱的话 就可以将这个房子 拍卖变购的还债就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发现没有 这50个人是债权人 但是抵押权人 是这个债权管理公司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债权人和抵押权人 就分离了 理解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 单某无权的 受托持有 就是这个管理公司 受到了债权人的 委托持有 担保物权 OK 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最后第三种情形 担保人知道 债权人跟他人 之间存在 委托的情形的 对吧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担保物权的 受托持有 这一点上 可以设计一个 案例分析体 好 这是关于 我们的第84件 那就解决了 请不吝点赞